在2022年 巴黎圣日尔曼的首要目标 是拿到梦寐以求的大耳朵奖杯 然而 在新年的第二天 巴黎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 这不禁让人怀疑 法甲斑霸还能实现自己的终极梦想吗 在2021年夏天 巴黎一口气迁入了多纳鲁玛 拉莫斯·维纳尔杜姆 最后时刻迁入梅西 更是让莱奥纳多受到了媒体 业内人士的交口称赞 迁入梅西 留住姆巴佩 巴黎的目标是打造史上最强三叉戟 进而冲击欧冠军 然而 内马尔·梅西·姆巴佩的组合并没有找到默契 相反 巴黎上半程T的跌跌撞撞 波切蒂莫的执教也受到了质疑 在2022年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 波切蒂莫表示新年的目标是赢得每一场比赛 做一些大事 然而 从2022年的第一天开始 他得到的就全是坏消息 首先 或许也是最重要的 自然是梅西感染新冠病毒 阿根廷人至少将缺席两场比赛 在上半程结束之前 梅西逐渐找到了感觉 感染新冠病毒是否会影响阿根廷人的状态 还是未知数 梅西的表现 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巴黎在欧冠的表现 能否在3月之前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体系 将是波切蒂莫能否率队在欧冠实现突破的关键 毫无疑问 梅西缺席两周 会影响波切蒂莫的战术磨合 进入1月1日之后 合同只剩半年的姆巴佩 就可以和其他俱乐部进行谈谈 巴黎还在为和姆巴佩续约而努力 但法国前锋 以自由身转投 黄马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 黄马在与姆巴佩接触之前 必须书面通知巴黎 巧合的是 两队将在欧冠16强占里遭遇 媒体透露 姆巴佩的目标是拿到欧冠冠军之后离开 波切蒂莫表示 如果你不够成熟的话 那么合同的情况就会影响你 但是 姆巴佩足够成熟了 俱乐部知道他的情况 我们认为这不是问题 他会留下来继续为俱乐部效力几年 他会延续目前的表现 左脚踝受伤的内马尔 目前仍然在养伤 巴黎还额外给了他假期 让他在巴西留到1月9日 巴黎透露 预计内马尔将在三周之后 才能恢复训练 除了三叉戟之外 伊卡尔迪也有自己的麻烦 梅西的加盟 让伊卡尔迪彻底失去了主力位置 媒体透露 尤文希望在东窗挖走伊卡尔迪 然而 波切蒂莫并不希望他离队 原因是在巴黎队中 只有伊卡尔迪一名中锋 梅西感染新冠病毒 内马尔还在养伤 姆巴佩合同即将到期 伊卡尔迪则希望离队 波切蒂莫的麻烦真是一个接一个 考虑到2月15日就将对阵黄马 以及黄马目前的出色状态 留给波切蒂莫的时间的确不多了 一旦只不欧冠16强的话 那么波切蒂莫或许会交出帅位 而梅西内马尔又将迎来一个失望的赛季 我建议的方向来 我建议的方向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